这一章节会介绍如何发布原型 发布原型是将建置好的页面变成网页的形式来预览 发布的方式是在工具列中按预览键 就可以在预设的浏览器检视原型 蓝色的符号代表的是物件的注释 按下后可以看到之前编辑的注解内容 我们之前有设定一个互动 按下登录会员键就会跳转到登录页面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实际操作一次 左侧有一个网站地图 在网站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页面所属的位置 也可以透过网站地图直接切换我们的页面 按下连结键 有做过连结或者是互动的物件 就会以这个蓝绿色的框做标示 在注解清单中 我们可以一次性看到所有的注解内容 如果想要隐藏页面中的蓝色符号 我们可以按这里 那隐藏左侧栏的方式就是按这边 再按一次就会展开 如果在软体操作上还有任何疑问 欢迎至优势收看更多教学 谢谢大家